我就听着你跟几位老师的对话呀 我有强烈的一种感受 我说给你听啊 一定好好听啊 你现在不适合谈恋爱 一点头 你有朋友吗 很少有几个比较真心的朋友 他有几个朋友啊 真心的朋友 他 就是同事 几个女老师 有的时候会一起出来 同事 一起出来 干什么 吃吃饭 吃吃饭 你认为你是朋友吗 别装了 你身边没有什么朋友 干嘛还要装呢 自信就是说 不看他手机就自信了 你自己难受啊 先学会交朋友 才能学会谈恋爱 明白了 你朋友太少了 你说你太喜欢他了 你是喜欢他这个人吗 我就喜欢他 阳光帅气 是的 就是你其实是喜欢他有很多的朋友 你其实是羡慕他有很多的朋友 甚至你忌妒他有很多的朋友 不要装了 你看你做那些装的事 自己也不舒服 是别人也不舒服 一个人交朋友也好 谈恋也好 不可能通过放弃 你要放弃自己考研 你要放弃自己的那种状态 你要装出一种假自信来 去赢得对方 你把自己放弃都没了 对方怎么会看中你呢 你就更渺小了 我建议你先不要谈这份恋爱 太不对等了 明白吗 所以你被他有朋友那种光环所营绕了 所以和他交个朋友可以 和他不要谈男女朋友 你会受到伤害的 好吗 好的 就这样